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請到我身邊這位美女Winnie 華先生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幹細胞 Winnie可不可以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其實我以前是做餐廳的 應該很多人都來過我餐廳吃東西 但我大學的時候我是讀到遺傳學的碩士 所以我一直煮東西吃的時候 我都會用健康的出發 到現在尤其疫情過了之後 我就長時間留在日本 我就試過一種非常好的一個細胞治療 是現在最新的一種 好,多謝Winnie 今天為什麼會和Winnie做個訪問呢 因為近期有關於棍細胞 令到很多網友問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 過去那三年疫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關注自己的健康 包括我剛剛中完招 現在一線生機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有健康才有財富 這句說話就遠遠留場了 但是真真正正令到現在有個結構性改變 因為疫情之後 我們脫了口罩就發覺 為什麼每個人都殘了那麼多 皮膚又差了 原來就是疫情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怎麼可以再令到自己的健康是更加呢 是令到我們自己每一個人更加長壽和舒服呢 今天請到Winnie和大家分享下什麼叫幹細胞 首先我想在這裏廣大的網友看到 可不可以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叫幹細胞療程 以前20世紀就是一個藥物治療世界 現在來到21世紀就是細胞治療 細胞治療就是用了幹細胞 幹細胞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尤其是嬰兒子 或者25歲之前的年輕人 其實他身體裏面都有很多幹細胞 而這些幹細胞就是幫我們修補全身有問題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年輕人很容易 譬如你不小心跌倒 弄損了 或者怎樣 很快會康復 就是因為他身體裏面有足夠的幹細胞 去幫他repair這個身體裏面的一些機能 就好像我們的嬰兒子有持帶血一樣 是的 幹細胞的一種 是的 大家知道嬰兒出生頭過半年沒有什麼病痛 就持帶血 或者他可能那個細胞 剛剛初生嬰兒是比較強一點的 是的 沒錯 剛才你說的幹細胞修復 簡單一點就是把你自己身體裏面的細胞 抽出來然後選一些優良好的 然後就培育1億 2億 3億個 然後再帶回自己身體做一個修補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這個就是日本的教授 山中教授 他2006年拿了這個諾貝爾獎 他就研發出這個叫做 Induce Peripotent Stem Cells 這個叫做多功能鋼細胞 譬如他在你的血液裏面 在你的皮膚或者在你的脂肪 細胞裏面抽出了 自身的鋼細胞出來 然後他就將它培植到 at least 1億個 然後就將它用點滴的方法 打回自己身體裏面 從而他這些細胞 就會油暈你全身 有什麼地方需要修補呢 他就會立即做出 變成那一道細胞 我聽到這裏我有個回憶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有個DR的醫療美容公司 就有四位病人 其中有兩位就不幸身亡 就是有關於這些幹細胞注射 令到他敗血病 和多重器官碎血而身亡 那位人士都好像還在坐牢 實驗室那個還好像坐十年 這件事我們記憶猶新 Winley 一刻聽到幹細胞害怕 為什麼呢 這真是有很多人害怕 因為香港對這件事沒有管制 幹細胞治療 而我看他的報道 他們其實是用動物的血清 以及在自己實驗室裏 培植這些幹細胞 而這些幹細胞的來源是不清楚 有些人士在香港 可能是在打一些在內地輸送過來的 是偷運過來的 幹細胞 這些來源是完全不知道他怎樣 運送途中會不會有細菌產生呢 他們那件事最主要就是細菌入侵 所以令到有敗血病 那怎樣可以令到我們香港人 或者世界各地的人士 對於這件事是有信心呢 除了你臨床或者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明星都打了之後很年輕 之外呢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操作 就是在香港打得不可以 在日本打得不可以 那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只是鼓勵朋友去日本打 因為日本是受管制 是受他們的機構 醫療的機構管制 即是有監管的 是的 打幹細胞在日本有監管 那香港呢 香港應該沒有的 香港就沒有監管的 所以就有發生過打死人的事件 十幾年前 是的 所以現在的科技 日本的科技是非常先進的 他們是國家鼓勵這個細胞治療 所以現在連這個保險公司 例如病人有腦梗塞 或者心肌梗塞 或者是一些坦了身體 因為你知道神經細胞是不會 regenerate的 是permanent cells 所以他們都會用這個幹細胞治療 去治療這些病人 保險是賠的 好了 Winnie可否可以到這裡深入說多次 幹細胞是如何修復我們人體的健康呢 譬如現在有幾款 譬如我們想去日本做細胞治療 譬如我們講一些比較簡單的頭髮 頭髮方面 其實在你的血液裏面抽取這個血液鋼細胞 裏面是將它培植毛狼細胞出來 培植毛狼鋼細胞之後 就打回頭皮的附近 它就會自己生一些健康的毛狼出來 那你便會有頭髮 這個療程在日本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療程 不過都需要飛去幾次 因為你要抽取你的組織之後 那它培植大概需要一個月 那費用呢 譬如我現在沒有頭髮 培植到好像F4那樣的頭髮要幾銀呢 大概12萬左右 華記用12萬就會變成 好像流星化軟 F4那樣 不過時間有個問題 因為你要一個月打一次 一個月打一次 一個月打一次 總共要打六個月 六個月就會有一頭很污的黑髮 其實是不是普及了 為什麼我真的沒有聽過 是的 其實有很多人都搬上搬移 又或者打了不出聲 好了 另一件事 就是我看到 在這個訪問之前 其實我做功課的 我網上在YouTube 找了很多幹細胞的治療 他們有很多種的 譬如有糖尿病 譬如有癌症 或者有些關節痛 等等不同的症狀 除了美容之外 即美容也很多 那究竟幹細胞 聽上去剛才你說 就好像反腦頑童那樣打了 但其實它實質的修復 譬如對於一些的癌症病人 是有些什麼一絲的希望呢 我們不是賣廣告 我們純粹是探討的 那日本他們現在 他們科技厲害度 就可以將你們血液的幹細胞 裡面的一些 譬如NK cell 就是自然殺手細胞 你有聽過 樹特細胞 這些都是可以幫你去 醫癌症的 可以幫你吃了你身體裡面的癌細胞 而日本他們的科技 就是會將你身體裡面的這些細胞 出來培植培植培植 培植到數量是足夠 幫你去打敗這些癌細胞 他的療程就需要六次 每三個星期就一次 醫生也都決定 可能醫生決定你不是很嚴重 可能一個月一次 嚴重的可能比較近一點 他就幫你用你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 去殺死你身體裡面的癌細胞 這個治療 其實是對其他藥物的癌細胞治療沒有衝突 即是他在吃藥也沒有關係 沒有衝突 因為他只不過是幫你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增加 還有最主要就是打擊這些癌細胞 即是不是說你吃西藥就不要吃中藥 吃中藥就不要吃西藥 沒有關係的 完全沒有關係 它是一個自然療法 其實是一個細胞自然療法 因為譬如癌症的病人身體已經很虛弱 他可能身體的白血球 或者他們的免疫細胞已經很少 所以這個日本的治療就是幫你培植 幫你增加到某一個足夠的數量 然後再打回你自己身體 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為什麼要用自體細胞呢 為什麼不用別人捐的細胞呢 因為你自己的細胞一定不會有排斥 OK 我聽到Winnie這樣說 令我了解多一點 就是我們知道癌症 就是因為你那個癌細胞的突變 一些好的細胞就變了壞的細胞 變了癌症 在癌症這場戰役上 癌細胞越來越惡的時候 我們打到截截敗退 就可能由1、2、3變成4期 去到4期的時候 癌細胞在上風 我們可以抵抗癌細胞的好細胞 就是比較弱的免疫細胞 在這個情形下 你找一些中藥、西藥炸下去 其實兩邊都傷的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你用剛才你說的癌細胞 就是把一些好的細胞 免疫細胞呢 就將個率呢 就加大 因為它抽了出來 然後呢 你在實驗室那裏 就培育1億個、2億個 然後就打回去 打回去的時候 就本來人家那邊癌細胞人多的 這邊呢很弱的 那你打下去就會多 就有得捏一下 是不是這樣意思 我不會的 我純粹是這樣 就是在邏輯上推斷的 是的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會每三個禮拜 就是醫治癌症的病人 就每三個禮拜 要他打一次 OK 但如果譬如一個正常健康的人 其實醫生他都會鼓勵你 如果譬如你家族裏面 是有這個癌症的基因 他亦都會鼓勵你半年打一次 嗯 是的 就是當清血管 就是當清道夫 幫你身體裏面有的癌細胞 幫你清除 半年一次 這些就會 那剛才聽到你這樣說 那譬如 如果不幸運 有四期的癌症 醫生說 沒有藥食了 沒有得醫了 那可能透過這個 會不會有一線生肌呢 其實現在日本他們 就專門在這個療程 就是醫這些末期癌症的人 嗯 他們就做完這個療程之後 他們發現身體的癌細胞 他們做了一些顯影 大概是少了七成的 嗯 我呢 因為這個幹細胞治療的費用 是不便宜的 所以我在這裡 就要很小心這樣說 就是 會不會有些人呢 他本身都已經是末期癌症了 大哥 打完之後更壞了 一定不會 你想一下邏輯觀念來講 嗯 他是幫你將你的免疫系統的細胞 專殺癌症的細胞 培養了出來 打回到他的身體裡 你的身體癌細胞 只會少不會多的 據我理解就是 你自己的自身的細胞 即是那顆種子 即是那顆種子 即是那顆種子漂亮就可以了 嗯 其實每一個人身體裡 他都有這些這樣的免疫細胞 不過他數量是多淨少 還有年輕或者年紀大 你說得對 所以其實現在日本 他們都是鼓勵 你年輕的時候 你抽取了這些細胞 去培植 放在褲存放那裡 你需要再等一個月才培養 有時可能已經太遲了 所以其實都是鼓勵 你年輕的時候 將你的好的細胞抽出來 然後放在褲存放在褲存放 你需要用的時候就去用 那譬如你是想身體痛症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譬如他們現在做心肌梗塞 或者是腦梗塞 他們就是用這個多元化的 鋼細胞去打入身體 那這個就在脂肪組織裡抽出來的 好了 那你見到目前你接觸得多了 你覺得比較年齡層 多一些的是多少歲人去打呢 我覺得大概我見的朋友 都是50至60 但是其實越早越好 因為你只是說 譬如你40歲的時候 你已經抽了40歲的時候 好的細胞 在那裏培植 在那裏 變成你將來老了的時候 你用回40歲的時候 的鋼細胞 就好像那些精子卵子雪藏 好了 接著就問另一個問題 就是安全性那裏 那譬如我們就有些網友 有些朋友 就去日本那裏打這些鋼細胞 那怎樣可以令到他安心 又覺得是沒有排斥 或者是比較安全的呢 日本呢 他有管制之餘 他還是非常小心的 那去到我們需要 是要驗了血腺 他要幫你檢查好 那醫生決定你 你可以適合做這個鋼細胞治療了 那他就會幫你抽取你需要的組織 然後就可以去培植 那培植的時間大概需要一個月左右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打了 那你半年才去打一次 或者一年才打一次都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你跟醫生到時談了 嗯 OK 那我想問一下 講了那麼久 這個鋼細胞 其實實質的價錢的費用是多少呢 其實譬如 頭髮大概六次的療程是12萬左右 那如果譬如說皮膚 可以是抽取耳後面的皮膚和骨膠原組織 去做這個皮膚的療程 那這個大概是第一年做兩次的話 大概是15萬左右 那之後第二年呢 你每年去保持一次 其實是大概5萬左右 OK 這些是在日本的診所的費用 不包這個機票、酒店住宿 是的 那你一件事呢 就是如果真是癌症病人來求助的時候 那應該是怎樣處理呢 癌症病人呢 又一定要拿完他們的醫療報告 跟著呢 亦都是帶他去這個診所 那醫生就會看完他的報告 和做完炎血 那跟著呢就會告訴他 究竟他要隔多久去注射一次這個免疫幹細胞 那有些嚴重的可能是三個星期一次 不嚴重的可能是一個月或者三個月或者半年 那如果據我理解你這樣說呢 就如果真是不幸運 你有末期的癌症 你要做幹細胞治療呢 你基本上你都不用回來香港 你在日本那裡要住半年 因為你每個月就要去 每三個星期 每三個星期就要去打針 打六次 打六次 所以你基本上都不用飛回來 你就在那裡就醫病了 醫病了 那如果你說剛才打頭髮 或者是想著反老頑童那些 那些呢 就一日呢 星期一最好呢 就去抽血 抽了血驗一下正不正常 然後去到第七日呢 就有個result出來 就說OK了 你可以抽了 抽完細胞 你就可以走了 那要培植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培植好之後呢 你就再由香港 再飛回去日本 是的 中間時間 譬如你剛好一個月之後 你真的沒有空 那他有半年時間給你的 半年時間久 你都可以回去打 還有呢 其實你說 雖然是治療 去治療 但是他這個治療 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 OK 還要那些人打完之後 因為你的身體裡面 肝細胞的數目多了 就是好像你去回以前 年輕時代的你 那你會睡得好 精神了 他幫你修補肌肉 幫你修補筋骨 你會大力了 健康了 那所以其實 你 譬如醫癌症 你可能有很多 副作用的 因為其實 譬如好像 為什麼癌症會脫頭髮呢 因為他就是 停止了你的細胞分裂 癌症他們的藥 就是 癌症就是 停止你的細胞分裂 讓你不要再分裂多 讓那些癌細胞 不要不停分裂 不要不停分裂 越分裂就越大塊 那他不分裂的時候 哎呀 那你身體都不會分裂 那些細胞 那頭髮細胞 你是要不停分裂 不停生出來的 那頭髮 所以就會脫頭髮 其實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為什麼打鋼細胞 完全是沒有 副作用的效果 因為它是自然療法 你幫身體 叫做 反老頑童 增強你的體鋼力 你是會更加舒服 所以有些末期的癌症病人 他們去到做這個癌症治療 他們天天出街玩的 OK 那我就想問一下 因為去到四期都很嚴肅 一線生機 去到四期的時候 他在日本那半年 如果這樣去過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是負擔一個很沉重的私家醫院的醫療費 就是之前 然後再去到這裡 要花多少錢 大概是40至50萬左右 整個療程 就會打不同的免疫細胞 不包機票酒店 不包住宿 那半年都不包 我哥哥幫手 好 大家都明白到 無論你想身體健康 或者醫病都可以 甚至乎我見到很多娛樂圈的一線明星 都有打的 哦 因為呢 譬如你如果做這個 皮膚骨膠原細胞 降細胞移植 那些皮膚真的會漂亮很多 嗯 去到節目最後 就想問一下Winnie 真的如果要做這件事 他想找你 那你怎樣會和網友聯合呢 嗯 那我們會有個WhatsApp電話 給他和我們預約時間 因為我們會單對單見面 我們會訪問了他 還有我們會給一些資料 他們去了解清楚 嗯 OK 我們現在呢 就在香港了 那Winnie說打幹細胞的地方 據我所知 因為我在東京 都是在銀座和表參道那些地方 是的 因為那裡很先進的 其實很多內地人 就去銀座那裡打的了 我親眼見的 那如果在香港的朋友呢 他首先可以過來尖沙咀加連威 這裏 這間Winnie在這裏 那你就可以和他面談 嗯 接著就case by case 因為你貪美的 想保健的 或者醫病的 他都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節目那裏 就不能進入 但你有沒有幾句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他們上來的時候 怎樣可以快速配合 和安排他們飛過去呢 嗯 如果他們上來的話 最好就把自己的醫療報告 是的 有的醫療報告 帶上來 另外呢 要簽證的 就盡快簽證了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安排他 首先要抽血線 他怎樣都一定要飛一次去日本抽血 因為日本的這個細胞治療 其實是很小心很安全 一定要做完所有的這些染血措施 我們醫生方面才會決定 究竟給不給他去做的 OK 那內地的朋友就去做Visa 香港的朋友就直接上來交deposit 就安排他去東京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哪些人是不適合打的 譬如如果有愛滋病 或者是有這個B型肝炎 那這個呢 那邊醫生通常都不會做的 即是如果LSA真的不幸運 你有A死 絕對是不能用幹細胞 沒有人做的 因為是安全的問題 OK 安全的問題 其他一般都OK的 是的 好 今天呢 我們有關於這個幹細胞 就令到港大的網友 就知道多少少 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這件事 就可以直接找Vinny 那如果你找Vinny 你可以透過我們下面的電話 Whatsapp過來 那我們就會Pass過去給Vinny 今天很多謝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請大家注意 最沉二十一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無論是投資 創業 置業 留學 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一起去尋找快樂時光 世界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最適合香港人的 2nd home 當然是日本 想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無論是知或者創業 我楊君都可以幫到你 Whatsapp 查出6683 100萬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